从2020年12月1日海南全面打响竞速赞 至今已有周年有余 在雷霆知识下 竞速效果相当明显 但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读点 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 并进一步加大力度 多维度多举措地推进竞速行动 今天的年度热词 就让我们细细来盘点 海南全面竞速一周年的点滴 汲取经验更好的前行 年度热词之竞速这一年 若为理由 海南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 推行竞速的省份 2020年12月1日 海南经济特区 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 正式实施 竞速工作是海南建设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标志性项目 是保持一流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 也是海南作为岛屿省份 保护海洋环境的必然选择 这一年来 全面竞速 海南一直在方方面面发力 如今回头看 海南在监督执法 替代品推广 塑料污染减量 促进居民形成 减速意识等方面 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竞速成效 整体处于全国前列 2020年3月 三亚市正式加入世界自然基金全球竞速城市网络 成为国内第一个竞速城市 其中海棠区的滕海社区与五支州岛市竞速城市市点区域 不少社区居民加入了尽速志愿者队伍 每周在黄后湾开展两次清理海滩垃圾行动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黄后湾的海滩是越来越干净 游客们也是赞不绝口 从整个社区到海滩非常非常的优美 我想还看到了很多人在海滩上 检视一些游客丢的一些垃圾 他们一种自发的运动 特别让人觉得咱们一个美好的家园 需要大家的共同的维护 阿尔滕海社区的另一试点 吴之州岛旅游区 在竞速工作中 做到从源头杜绝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吴之州岛旅游区通过宣传海报和横幅 以及导游讲解的形式 向游客宣传环保理念 并开展淨摊活动 倡导游客爱护海洋绿色出行 接下来除了这个宣传的力度再加大 我们会联系到各个商家 以这个进群的方式 把一些技术的最新消息 最新要求通知给他们 这样子的话呢 商家与居民与游客 共同来完成这个技术活动 自2021年2月 海南渔船打捞垃圾试点项目 在昌华渔港实施后 渔民在日常出海捕鱼的同时 将打捞到渔网中的塑料垃圾 带回港口进行处理 打捞的垃圾可兑换生活物资 为海南全面竞速和美丽海洋建设 贡献渔业智慧 我们有搞的时候是很多 现在拿那袋收起来的时候 现在就少了 也是干净 移民就是靠海吃海的 所以这些海洋塑料垃圾 对移民 溥仪在海里面 对移货也是一种危害 所以做这些事情 也是对我们移民 也是一个好处 海南从2021年11月15日起 全面禁止采购和使用海南竞速明路中 明确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要求全省各市县环卫部门 及清扫保洁收运服务外包等单位 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各环节 及设置的垃圾桶果皮箱内 均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大 提倡不套袋 强清洗 少用可降解塑料大 现在我们都不采购 不允许采购不可降解塑料袋了 我们市局 我们军门还有一个暗访队伍 聘请一个第三方 对所有的环卫行业 环卫部门 每天进行暗访检查 检查一个是我们的果皮箱垃圾桶 使用那个可降解塑料袋情况 每个月列为我们的考核 农贸市场因一次性塑料制品 使用量大 设计民生也是竞速工作的重点 难点和主战场 一年来海南也从多个方面推进 农贸市场竞速 启动农贸市场全生物降解袋 集中采购工作 降低替代品流通成本 平时市场方也会自行检查摊贩 是否按要求向消费者提供 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 如有违规行为 立即要求摊贩 停业整顿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 也常到市场来监督检查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输入源头 也是海南竞速难点之一 只有输入源头管住了 才能为竞速打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为此我省整体推进 港口运输 邮政快递 网上销售 三个主要输入渠道的源头之力 2021年7月至12月底 执法部门在港口 开展检查199次 检查企业459个 检查货运车辆481辆 检查货物7462件 立案26宗 案件的话 它一般都是通过物流 通过邮寄 我们就会打开这个车 车厢看查验 从7月份到现在的话 我们从这海峡通道的话 一共是查处了2891箱 913.88万件 在2022年的禁速工作中 海南将建立新的联合执法机制 增加这个一个是属法的力度 再一个就是要把公安 司法比如说法院 检查院这些都拉进 我们这个执法的部门里面 因为你要形成合力 利用公安那个成像的系统 所以过来的话 我们那个是可以 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这辆车上有没有 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 实法的力量强度就增强 要确保竞速工作不反弹 稳步推进 确保替代品供应尤为重要 为此海南建设了生物降解材料 产业链 形成了替代品供应产能 并发挥产业链优势 降低替代品成本 这个就是一个PPAT的百姓材料 PPAT目前的价格是说 两万五六 两万五六 但是可能我们百姓的话 可能就是达到两万块钱 会降到几千块钱 这个材料百姓出来 它还会增加那个拉升 带着的承重力 这些都有增加 而针对社会上反应比较强烈的 全生物降解带 价格高 质量差的问题 海南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 针对质量问题 我们对竞速工作管理平台 进行了功能的升级 要求平台注册的企业 提供产品自我质量声明 如果发现产品不合格的问题 将撤销企业的健康码 也就是不能在海南销售 相信这一措施 能够对提升市场上产品的质量 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作用 竞速班方面表示 目前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的替代品 价格高等问题 主要是产能还没有跟上 全国净现素形式的需要 不过随着国内产能的扩大 替代品的价格也将发生变化 在未来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 全生物降解塑料袋类 这些替代品的价格 能够回归到一个 相对合理的价格水平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通过集中采购 拉低流通环节的成本 以及财政补贴方式 对农贸市场这样的 这种价格敏感的环节 实施补贴来降低 它的终端的价格 接播海南编辑报道